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尿液中的钙就会滞留在输尿管 尿道等尿路中 无法及时排除体外 当我们尿中的钙质不断增加 就会非常容易沉积 形成小晶体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结石 所以我们晚饭不能吃太晚 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 尽量在傍晚6点左右食用比较合适 二 晚餐多脂肪 多肉类晚饭一定要保持饮食上的绍荤多素 以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为主 脂肪 蛋白质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家庭晚饭吃的都很丰富 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是很不利的 如果我们在晚餐时候 吃太多肉 蛋等高蛋白食物的话 会增加我们尿中的钙量 一方面会降低体内的钙储存 导致身体缺钙 另一方面 会使我们尿中的钙湿度升高 如果长期保持高脂肪 高蛋白的饮食习惯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我们患有尿结时的概率增加 三 晚餐吃过多相对于晚饭 很多人工作太忙 白天没有时间好好吃饭 总会在晚上的时候大吃一顿 但是这样的饮食并不正确 对比早餐和午餐 我们晚餐应该少吃点 我们晚餐一般活动比较少 如果加上晚饭时间过晚 有吃的太过的话 很容易引起我们胆固醇的升高 刺激肝脏制造更多低密度质蛋白坏党固醇 又发动脉硬化 并且长期晚餐吃太饱 胰岛素就会受刺激大量分泌 可能会造成胰岛素细胞提前衰竭 为我们患头糖尿病留下祸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